下来要带您看到 乌俄战争爆发以来 有不少俄罗斯的寡头 在海外的财产被扣押或者是搜查 而且仍然是现在进行事 德国警方在当地时间21号 以涉嫌洗钱还有避税的名义 强行进入俄国之名的富豪尤斯马诺夫 他位于巴伐利亚邦的一栋豪宅来搜查 而尤斯马诺夫 他也是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亲密盟友之一 根据美国司法部6月的统计 这些寡头被扣押的资产达到了大约是300亿美元 折合台币大约是9400亿元 我是陈亚玲 想要跟我一起丛林掌握天下是吗 赶紧按下华视新闻YouTube频道的订阅按钮 开启小铃铛 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 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